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眾所周知3080和3090使用了新的GDLX顯存 性能確實很強大 但同時也帶來了高功耗的問題 之前與英遠達的產品經理Ludar 對噴的事情 就是因為3080公版顯存100多度的溫度 一張3080的TDP是320W 正常使用的話 顯存差不多吃掉670W 面對如此巨大的發熱 各個廠家也是在散熱器上下了一些功夫 比如說應眾的冰龍超級版 就專門給顯存散熱加了根熱管還有小風扇 這段時間虛擬貨幣價格一直很高 很多人也開始用手上的閒著顯卡挖礦 賺點小錢 很快就有玩家發現了 TDP的3080顯存在挖礦時的溫度非常高 甚至會出現過熱價品的現象 根據我們的測試至少包含3080魔音血音超級焦 從去年的P4到近年的P4都存在這個問題 我們手裡的是一張技嘉的3080血音 那不得不說白色的外觀還是顏值非常讚的 但是說實話這裡凸起了一段的話感覺不是很好看 另外之前的技嘉2070SUPER和2080SUPER的白色版本 都是和黑色同價格的 而且是四年之寶 37的時候區分為黑色的魔音和白色的血音 血音貴一些但是卻沒有了魔音的四年保修 有點迷 當時技嘉在1080Ti上推出了沒有背板的白色蓋板信號 在18年7月的時候技嘉內部的一個檔會上 我也受邀對技嘉這一設計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一個背板能幾個錢呢 那還真的就是2070SU做出了改善型的白色的GAMEOC版本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但總覺得30C的血音的話有些倒退扯多了 我們先試一試看原裝的這個散熱性能如何 因為一直以來大家都只關心核心的溫度 很想去關心顯存的溫度 也是因為這次挖礦火了 所以很多玩家拿自己手的卡去挖礦 我甚至看到有粉絲上了兩張3090猛禽去挖礦 所以說這次30C的GDR6X顯存這個高發熱 那才使得大家更關注顯存的事 首先看一下散熱一直不太行的3080購買顯卡 PULARC烤機的話核心最高727度 顯存最高104度 硬形2K分率下最高畫質的古墓麗影暗影 遊戲時的顯存最高98度 默認設置下挖礦的話 顯存最高106度 調整以後顯存維持在102度 溫度看著都是挺高的 但是日子中都沒有出現過熱降頻的現象 風暢也基本維持在80%的算數上下 還有提升的潛力 再看一下3080血音 Fullmark烤機核心最高66度 顯存最高100度 整卡的功耗340瓣 都是可以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說實話的話 血音的散熱還比光板卡好一些的 畢竟N卡的核心核心GDWX的顯存 強的溫度分源是83和110度 再看一下普通的遊戲環境 運行2K分率最高畫質的古墓麗影 顯存最高90度 看著確實有些熱 但是也不至於降頻 所以說單純用來玩遊戲的話還是行的 然後是挖礦 現在一張3080一天能賺個670塊錢 如果說你手裡有這張卡的話 想必也會心動的 溫熱設置下顯存的溫度最高108度 此時風扇已經自動到了100%的轉速 2800轉 我們測試中出現了幾次降頻算力 達到70的現象 當然了 沒有人會這樣挖礦的 調整一下功耗和顯存的頻率 功耗下來了不少 顯存102度 但是風扇依舊是滿轉 運行10分鐘以後發現最高110度 可見挖礦的時候 這張顯卡的散熱表現 甚至比公版還要差一些 公版至少不降頻 那正好和遊戲測試的情況反過來 一顆賽停 由於我們是在開放式的平台測試的 室溫核電24組 顯卡的溫度會比在機箱裡面要低一些 試著環境下這張卡已經在降頻的邊緣徘徊了 可以想像如果是裝到機箱裡面的話 會是怎樣的情況 那先來拆開看一看 技嘉究竟用的怎樣的顯存散熱板 先均一領下固定核心的4個螺絲 在你剩下的 注意長度不同 不能放亂了 輕輕地掰一掰 斷開風扇供電線 算是能看到導燃電了 白色的 那上面全是一種溢出的龜油 那靜著一塊還會繼續往外旺遊 看著就非常廉價和噁心 不知道用的什麼牌子的 慢慢撕下來 顯存和散熱器上面全部都是油 要先擦乾淨 我們先使用的是 萊爾德380 這個導燃電是一般廠家都會用的那種的 屬於最基礎的 算是廠家使用的底線了吧 就比如說我們手裡的一張華碩的Z390E裡面 M.2上散熱片就是用的 萊爾德380 8厘米乘4厘米乘2毫米的價格是13塊錢包油 去掉運費的話大概也就5-6塊錢 減好相應的大小貼到顯存上面 然後連接好風扇工件 背板對齊後先均勻擰上固定核心的螺絲 再把剩下的螺絲擰回去 要注意好不同長度的螺絲位置不要擰錯了 換好之後再來測試一下溫度 風扇2核心最高65度 顯存最高96度 降的不多只有4度 古墓令遊戲裡面顯存最高86度也是降了4度 摸著設置挖礦顯存最高106度 但是現在風扇沒有轉滿了 從2800轉降到2200轉 稍微調整一下顯存102度 貌似除了風扇轉速降到80以外溫度並沒有降太多 這就可以看出來 技嘉原裝的白色導熱墊的性能 確實要比一般廠家使用的萊爾德要差一些 既然都拆卡換了就換個更好的 我們再使用萊爾德780 10厘米乘10厘米乘2毫米厚的100億張包油 如法炮製之後再來看溫度表現 放到烤機 核心依舊是66度 顯存降到82度 很明顯的降溫 遊戲裡面顯存只有76度 相比之前90度上百度依舊非常涼快 在默認設置下面挖礦顯存92度 看來溫度還是很高 但是這個時候的風扇轉速只有1700轉 拉到和之前那樣的滿轉速的話 顯存溫度就只有82度了 在控制下功耗 在保證酸累的情況下 顯存溫度可以控制在80度 相比之前的調頻邊緣下降了20多度 幅度還是相當大的 這裡我們也要多說一句 其實技嘉在主板M.2散熱8台上 使用的導熱天不是萊爾德的 具體型號我們也沒有查清楚 但是至少能看著比3080顯卡常用的要好 不至於像顯卡那樣漏油吧 最後總結一下這次的測試 雪茵3080的顯存散熱問題 確實技嘉是為了節約幾塊錢的成本 用了非常糟糕的導熱點 但其實對於遊戲用戶來說 雖然溫度比較難看 但其實也不至於影響正常的玩遊戲 我估計是技嘉的設計部門 低估了GDA6X顯存的高發熱 但是至少技嘉3080時候 遊戲時候的散熱是比公版3080要好的 那麼因為大家官方的產品經理 也是前幾天跑到好幾個廠家平台的某一平台上 跑去帶護我3080的LUDA先生 還教育我 公版卡不僅散熱好 哦 還能給機箱裡別的硬件散熱 人家LUDA都用的公版 技嘉至少比公版強 但是說回來 成本就幾塊錢的LUDA3080 都能帶來好幾度的降溫和更穩定的頻率 這點錢都要省 是不是太摳了 技嘉在我心裡一直是一個老老實做產品 不搞那些花裡胡哨智商稅產品的廠家 售購也是三大廠裡僅有的 全國主要城市都有芯片級的維修點 很多主板顯卡都是四年保修的 說實話 售購方面是花了不少錢的 但是不知道為何這幾天的市場推廣我覺得有些迷 就比如說宣傳搭配電競顯示器玩手遊 多少代理商手裡配合顯卡 硬塞的電競顯示器 都2K144Hz的IPS都喊出1400塊出來 那我也很樂意給技嘉產品提一些意見 所以還是希望技嘉能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畢竟3080也是目前實際售價超過1萬元的顯卡 也沒有賣出去多少 讓消費者聯繫一下當地的維修站免費更換一下 也花完了多少錢 還能賺個口碑 如果說消費者自己更換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難度的 技嘉顯卡是沒有保修貼的 按照我們之前視頻裡的操作 擬掉變成螺絲就可以取加散熱器 技嘉3080顯卡顯存用的是2毫米厚的導熱貼 散熱幾塊錢就能買到80x40x2毫米的來到780 足夠用了 當然也有些更貴的你就自己取捨吧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那不知道你的3080顯存散熱到底如何呢 歡迎留言紮目與我們交流 各位觀眾別忘了點一個小鈴鐺和點個贊 因為我們是全職youtuber 你們的點贊對我們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電腦資訊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的路線公眾號 潮玩客CWLK 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可以來我們的淘寶電腐 潮玩國度數吧 或者淘寶搜尋商品潮玩客 這期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